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岛歌王洪一峰 低沉浑厚又性感的歌声 奠定他在歌坛的地位 展现音乐才华的创作 让他在歌谣界将有不坠的地位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洪一峰的艺术历程 洪一峰 本名洪门路 1927年10月30日出生于台北 父亲虽是台南盐水人 但是母亲怀着他三个月时 父亲就过世 母亲便离开台南盐水 来到台北生下他 成了一父子 日剧时代 一个丧夫的寡母要养活小孩 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洪一峰的童年比起童年龄的小孩来得坎坷 小学时即展现音乐才华的他 受到老师特别的关爱和提携 工学校一到四年级 是在北港工学校就读 就北港工学校深受日籍音乐老师也是先生的疼爱 个别教导他歌唱技巧与乐理 工学校五六年级时前回台北 进入龙山国民学校 龙山国民学校的音乐老师教他拉小提琴 台北龙山国民学校毕业 接着完成高等科学业后 16岁的他便开始工作 分担佳绩 刚开始 他在日人开设了工厂工作 但内心对音乐的喜爱 令他不甘于卧聚在工厂里 遗传自画家父亲的绘画天分 离开工厂后 洪一峰有段时间 在街头以帮人画素描为生 有时参加工会堂的演唱 当时还自己取洪文昌做艺名 19岁那一年 字谱歌曲写下碟练花 展现创作音乐的才华 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 为了让大众知道自己写的歌 洪一峰自己画插画 自己刻板印刷歌仔布 从20岁起开始卖歌仔布 40年代卖歌仔布 通常选在大树下 在地上铺一块布 将歌仔布一一铺开 为拉近与顾客的距离 和顾客做交流 洪一峰有时候拉小提琴 有时弹手风琴 自弹自唱 在此同时 他也在电台担任演唱的工作 40年代的广播节目 播送歌曲时 都是放歌片 洪一峰接任电台的演唱工作后 就找来二至三名乐师 在录音现场自弹自唱 有时找来歌手如纪录霞 张淑美加入演唱行列 这种现场演唱的方式 颇受听众喜爱 当时的名声 名本 天南 郑生 都会邀请他到现场演唱 这段时间 他在台南一位算命师 白慧文的建议下 取洪一峰为一名 从此屏步青云 登上高峰 50年代中期 台湾掀起一股怀日风潮 唱片市场 出是日本曲调的闽南语歌 明明是台湾人 为什么要唱日本的曲调 战前 战后 台湾也有很多 非常好听的台湾歌谣 怎么就被日本歌给取代了呢 有心重认台湾创作歌谣的洪一峰 在1957年时 认识作词家叶俊玲 两人就开始合作写歌 从1957到1959年 陆续完成旧情绵绵 淡水暮色 私目的人 宝岛四季谣 宝岛漫波 两个人一边写歌 一方面向唱片公司毛遂自荐 在片怀旧风潮下 唱片公司并不看好 闽南语创作歌曲 洪一峰表示 当时台湾的录音设备和品质 跟日本比差了一大截 电台播的唱片 都是透过管道 从日本夹带入关 直接送给电台播出 效果当然好 加上怀日风潮作祟 唱片公司更不敢轻易出版 在当时不被看好的 闽南语创作歌曲 于洪一峰在台声唱片录制 《山顶的黑狗胸》 唱片销路不错 叶俊玲的填词能力 也备受肯定 亚洲唱片公司 最后勉为其难的 在1960年 帮他们录制闽南语唱片 旧情绵绵 《思慕的人》 经电台的播送 渐渐受到欢迎 洪一峰低沉 富含感情的嗓音 将旧情绵绵 《思慕的人》等歌曲 唱得让人回肠不已 这些歌曲的走红 奠定了洪一峰在歌唱界的地位 与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文夏 并称为宝岛歌王 一个高音 一个低音 60年代 几乎是洪一峰时代 《旧情绵绵》 风靡全台 1962年 永新电影公司 就请人编写 《旧情绵绵》的剧本 由邵罗辉指导 伤起洪一峰担任男主角 女主角是白容 剧情叙述一位音乐老师 到阿里山上的学校教书 和女主角发生恋情 却因女主角的父亲 贪爱钱财 把女儿嫁给不喜欢的人 俩人被迫分离 男主角因此专心音乐创作 发挥演奏天赋 成了有名的音乐家 后来女主角的父亲后悔 女主角有名无识的丈夫 也愿意成全他们 最后以喜剧收场 两人结为连理 这是台湾第一部 充满音乐的影片 片中以旧情绵绵做主题曲 插曲有快乐的牧场 采冰榔 青春爱恋 咬子吊等食余手 并由洪一峰合唱团赞助演唱 继旧情绵绵之后 今连还拍过《何时再相逢》 《祝你幸福》两部电影 洪一峰还为《何时再相逢》 写电影主题曲 当时电影公司 来和他洽谈拍电影事宜时 洪一峰的第一个反应是 不好吧 自己既没经验 又不会演戏 但经不起电影公司的劝说 加以编剧配合 他不喜欢说话的个性 整部电影 给他的口白并不多 回想拍电影的心情 洪一峰表示 每次拍电影时就好紧张 一离开片场就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电影播出后自己重看 又会自责 这个表情应该怎样会比较好 这个眼神如果更温柔一点 效果会更好 这种有点吹毛求姿的自我要求 让他在拍过三部电影后 就再也不肯进片场了 1961年 组洪一峰歌舞团 全台巡回公演 除由洪一峰单纲演出外 继陆霞 张淑美 张美云都在歌舞团驻唱过 所到之处 大受欢迎 在此同时 洪一峰受聘到日本 在为银座属东宝影片公司的 日本剧场演唱 日本剧场在日本 是相当顶级的演出场所 据洪一峰表示 60年代 日本剧场的舞台设计 升光效果 远远超越台湾 这样辉煌的荣景 在民国政府有计划的限制下 规定电视台一天 只能唱两首闽南语歌 每当歌演唱前 还要先送审 一时之间 闽南语歌曲 被评为没有水准的秘密之音 所有靠闽南语歌生活的 词曲创作者 唱片公司 歌星 都失去舞台 成了失业人口 在这段禁锢的时期 对洪一峰印象深刻的 是有一丝到电视台录影 他就唱了自己写的 《宝岛四季摇》 春天时 草山 导播突然喊停 一头雲一峰 一头雾水的洪一峰 随即被要求 将草山改成阳明山 不改就不能唱 洪一峰只好临时更改歌词 才能顺利录影 由于在日本剧场的演唱 受欢迎 闽南语歌被禁后 洪一峰转往日本发展 与日籍文艺作家 川内康范合作写歌 他和川内康范合写的歌 发表时 作曲挂的却是别人 一个叫麻布石郎的 原来洪一峰的儿子 洪荣洪 在台湾的光美唱片 崇唱这首纯情的梦 取作者才改回洪一峰的名字 80年代初期 洪一峰的儿子洪荣洪 成了闽南语歌曲的新偶像 洪一峰也再度提笔 和歌要创作界的老搭档 如叶俊玲 黄瑞琪合作 为洪荣洪写新歌 见面三分情 空思恋 爱情亦矜持多少 港督夜曲 若无你怎有我 你着不通忘记 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在闽南语歌坛 像他们这样的父子当 前所未见 由于老一辈的 台湾歌要创作者 有感于创作不受重视 以及演艺圈内的复杂 都不愿子女进入演艺界 但洪一峰认为 自己也是苦出来的 个性上比较乐观 所以并不反对 儿子进入演艺圈 尤其当儿子 唱着自己写的歌时 只能用心满意足来形容 值得一提的是 洪一峰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 儿子出错要罚贵 顶脸盆 唱长音还要拖到 全场鼓掌为止 这令小洪荣洪 曾压力大到上台前 就过想吐 从三岁开始 小洪荣洪一起床 就练嗓 弹琴 每天只得玩乐一小时 五岁和父亲洪一峰出唱片 当童星 九岁出第一张唱片 故而累 十三岁时 就随父亲到日本 一个人在那里 受了三年的音乐特训 他在一厢无依无靠 此时洪一峰与陈爱玲 失声恋 导致夫妻离异 他在中段学习返台 没有童年生活 就让父母离婚 让他对父亲有严重心结 日后他酗酒十年 还一度戒酒装疯 破口大骂父亲 宣泄情绪 最终靠着信仰 重拾了父子亲情 从浪漫少年的蝶恋花 中年走红的旧情绵绵 由紫成衣钵的空丝恋 到接近宗教信仰所写的圣诗 福气的人 洪一峰认为 每个人都有他应该扮演的角色 幸运的是 做从事的工作 正是自己所喜爱的 人们听着他的歌声 感到欢喜 欣赏他的音乐创作 觉得心情愉悦 而他的歌声 也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